大家好,对于没接触过的事物啊,可能呢就无法想象,也可能呢无法理解 比如呢,你要是现在穿越回到大清国,你告诉那个大清国的皇帝 说呢,现在的人类啊,可以登上月球,可以建造啊一百多层的大高楼 还可以使用虚拟货币,可以在一天之内呢穿越大半个地球 可以呢网上购物,还能呢用手机啊看视频,打电话,看大片 但是呢,大清国的皇帝呢,不会相信呢,这个是真的,他会觉得你疯了 我之前呢,发过一个视频,里面有说过,加拿大的政府啊,花钱呢 给流浪汉呢,免费住酒店,很多的网友啊,就安耐不住气氛的心情 纷纷指责我呢,说是胡说八道,脑子进水了 质问我,流浪汉怎么会幸福呢?如果他们生活的这么好 你怎么不去当流浪汉呢?确实啊,网友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可是呢,我从来没有说过,流浪汉的生活是幸福的 这些呢,只不过是网友们自己认为的幸福 而我呢,只是把流浪汉的情况呢,给介绍了一下而已 我从来呢,也不认为无家可归的生活是幸福的 今天呢,咱们就再聊一下,加拿大流浪汉的几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加拿大呢,根据统计啊,一共有三万五千名无家可归者 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无家可归者里头,没有老人,没有儿童,也没有残疾人 有女性,但是呢,很少 所有的流浪汉当中,男性的轻壮年比例啊,达到了80%以上 而且呢,在这个加拿大的流浪汉里头,没有一个是华人 第二个,流浪汉呢,有低保 钱呢,虽然不多,每个月折合人民币啊,有三千多块钱 但起码呢,是白给的 第三呢,就是加拿大呢,是免费医疗,不用花钱上医保 无论是看病啊,检查啊,咽血咽尿啊,住院啊,手术啊,开刀都是免费的 住院期间的伙食也是免费的 去医院呢,不用带钱包 流浪汉呢,也是一样的待遇 而且呢,普通人呢,要是叫这个救护车,需要自己花费45块钱 而流浪汉叫救护车的费用呢,是由政府来承担的 有些网友呢,可能不太明白 这个免费医疗是怎么回事 以为呢,是这些护士啊,医生啊 他们是义务劳动,他们是志愿者 实际上呢,并不是啊,他们的工资呢,都非常的高 只不过呢,病人所有的花费呢,是由加拿大政府来承担的 第四,就是加拿大各处啊,都有食物银行 那么低收入群体呢,可以免费的领取啊 各种的食物,每次呢,可以领一周的食物 包括呢,有饼干,奶酪,意大利面 各种罐头,面包,啊,番茄酱,啊,牛奶,火腿 午餐肉,香肠,水果,啊,沙拉,还有盒饭 婴儿呢,还有奶粉和尿不湿等等 所以呢,就算再穷啊,他们也饿不死 也不会呢,看不起病 第五个,流浪汉的住所呢,是由政府负责的 不是大东铺,也不是上下铺,是每个人呢 有单间,有单独的洗手间 第六呢,加拿大政府啊,确实花钱租酒店 给这个流浪汉呢,免费住 那有网友问了啊,为什么还有流浪汉要露宿街头呢 那我就试着回答一下啊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流浪汉的庇护所呀 不够多,僧多粥少 他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流浪汉呢,都有这个固定的正式的住处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绝大部分的流浪汉呢 他们是烟民,酗酒者和饮君子 那么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里头 他们不能大声喧哗,不能抽烟,不能酗酒 也不能吸食和注射北禁品,为者犯法 所以呢,这对很多的流浪汉来说呢,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不愿意啊,失去自由,来换取免费的吃住 他们宁愿住在自己的帐篷里 也不愿住在政府提供的庇护所里头 那么去年呢,就发生一个案例 多伦多市中心的一个公园啊,被流浪汉给占据了 都是帐篷 那么普通的市民呢,就没有修宪娱乐的场所了 于是呢,多伦多政府啊,就给他们安排了固定的住处 让他们搬过去免费住 可是流浪汉呢,不愿意 那么就跟这个多伦多的警察呢,发生了冲突 那么多伦多警察呢,以他们非法占据公共设施为由呢 进行了强制的驱逐 很多的市民呢,还去现场支持流浪汉啊 那么在疫情期间呢,为了避免啊 流浪汉聚集,导致啊,疫情的爆发 不管是美国,还是加拿大 他们的政府啊,都租了很多的酒店客房 给这个流浪汉呢,免费的居住 包括有喜来登,万豪,希尔顿,诺福特,皇冠假日等等 不只是流浪汉免费住酒店 那些来自于啊,乌克兰,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呢 也是免费住酒店 还有这个啊,补贴可以拿 那么这些费用呢,也是由加拿大政府来承担的 还有一些酒店呢,索性就直接改造成了永久性的流浪汉庇护所了 不过呢,周围的市民呢,并不愿意流浪汉庇护所呢 就建在旁边,因为觉得不够安全 而且呢,环境卫生呢,也没办法保证 现在呢,每年加拿大政府啊 花在每一个流浪汉身上的钱呢 都超过六万加币,折合呢,三十多万人民币 其中呢,就包括房租,补贴,医疗救助,救护车,戒毒,出警和法庭协助等等 好了,视频的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出装商品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支持